那么我们就开始上课吧 首先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门课程 这门机械工程应用软件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让大家有个基本的了解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晨 我的研究方向的是机械电子工程和机电一体化 目前主要从事机器人相关的一些研究 那么这个是我的email地址 大家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是课内或者课后遇到那些学习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或者有什么一些什么疑问 或者有些可以给我提点建议之类的 都可以通过发email的方式来跟我联系 那么我收到了大家的邮件以后呢 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 这个是我的手机号码 大家平常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 来跟我沟通和我联系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呢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 那么对于上课来说呢 大家可以发送我们的短信 通过短信平台的方式 来给我发短信 那么我旁边这个评估可以收到大家的短信 那么这个发短信怎么发 大家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吧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学习网络的论坛 那么论坛里面呢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啊 也可以在论坛里面发帖子提出来 然后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发帖 那么同时如果关于一些课程的信息 比如作业啊考试啊 或者一些通识什么的 我也会通过论坛的方式 通过论坛的方式来通知大家 我们这本课程呢 名称叫机械工程应用软件 它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些 跟我们机械工程领域相关的一些 应用软件的操作和使用 那么使用的这本段材是这本教材 工程软件基础 是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出版的 由西南交通大学相识的主编的 那么这本课程呢 我们的计划是上九周的时间 九周的时间上课 然后还有两周的上机时间 那么这样算下来 大概是一共是四十五个学识左右 那么正好是三个学分 那么我们上课的时间是第一周到第九周的 每周三的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半 大家时间不要搞错了 其中两次上机的时间呢 是第六周和第九周的周日 第六周和第九周的周日的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 上机的地点 我到时候会在论坛上通知大家的 只要大家及时的关注论坛就行了 那么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 首先第一章工程软件概述 这章主要介绍的一些 工程软件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定义以及目前的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么第二章工程软件算法基础呢 是主要介绍了在目前现代的工程软件中 所应用到的一些数学的算法 那么主要是一些数学的问题 临直求根问题啊 极致优化问题啊等等等等 那么第三章 第三章工程软件数字图定学基础 主要介绍了一些 数字图定的理论基础知识 包括一些图形的分类表达 图形变换和图形显示的问题 那么这前三章内容呢 主要是我们这门课程 工程软件的一些理论基础知识 从第四章开始以后呢 就是具体的向大家介绍一些 和我们机械工程相关的一些软件的操作与使用 那么第四章 介绍了一些 介绍了Alt-C6软件的基本使用 第五章是 Installed Edge软件的基本使用 第六章是Ansys软件的基本使用 第七章是MasterCam的软件的使用 然后第八章又介绍了一些 关于OpenGL的开发基础 那么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和结构 就是这么这样的 分为八章内容 那么前三章呢 主要讲述了工程软件 和计算机数字同理学的一些基础理论知识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是为大家以后理解 后续的各个软件的基本使用 做一个铺定和一个知识储备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枯燥 比较抽象的 可能同学们在理解起来有点难度 但我想 我建议同学们 尽量的去尽量尽自己的努力去理解 去了解它 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不要给大家掌握 只要对大家有一个有一定的了解 不是作为我们的考试的主要内容 大家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但我想如果大家 对这部分数学理论基础知识 有一定的了解以后呢 是否对以后 学习各个软件的操作和使用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你了解了这个基础理论的话 就可以很好地去理解后续的操作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它的原理是什么 那么这样对大家的学习 我想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后几章呢 从第四章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介绍 几款跟机械工程有关的软件的使用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 课堂上 我只是给大家 引个入门 引领大家入门 让大家 掌握和了解 这些软件最最基本的操作 一些基本概念啊 意义啊 一些基本性能的 最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那么如果大家要深入的去掌握 更加深入的 更加熟练的去掌握和操作 这些机械软件的使用的话 那么就需要大家自己在课后 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去操作 去实际的操练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时间 只有九周上课 从上课的时间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我们有四块软件要学习 单单 这其中单单一块软件 如果你想非常熟练 非常熟练的掌握它的话 那么这九次课时间都是不够的 我想至少需要十八次课的时间 所以说 在课堂上 在课程中 我只是给大家 引领大家入一个门 让大家了解最最基本的东西 掌握一个最基本的学习的方法 大家掌握了方法以后呢 如果在以后的工作或者学习中 需要用到各个软件的话 那么再去花时间 自己去找书看 自己去学习 那么通过我们学习这门课程呢 我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些 有关机械机图形学的基础理论知识 并且可以掌握机械工程相关的 应用软件的一些基本使用情况 那么我想 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么辛苦 过来上课 也花了金钱 对吧 通过来上这门课 总得学会点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上这门课的目的 目的也是 教会大家一些最最实用的 基本技能 最最比较实用的一些基本技能 希望这些技能呢 可以使得大家在 经过的工作啊 学习中可以有所利用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门课程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呢 我是对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个进度安排 做了一个简单的安排 那么我们一共是九周的上课时间 对吧 两次上期时间 那么第九周 第九周的话 是要安排复习和答疑 复习和答疑 所以说 我们所有的上课的内容 都要在第一周到第八周之间结束 那么 最后的安排是这样的 我想把在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 在一次半 一次半的课 结束掉 利用一次半课的时间 向大家介绍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工程软件和 基本机数字图形学的一些基础理论知识 我们用一次半课的时间 向大家介绍这些理论知识 那么接下来 第四章 AudioCity软件的应用 那么这部内容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那么我可能会用 用到两次或者两次半课的时间 来向大家介绍 然后 第五章 Sodic Edge的 软件的应用呢 我想用一次到一次半课的时间 来向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第五章 Ansys的 Ansys的 软件的应用基础 那么我想利用 也是用 两次课到一次半 一次半到两次课的时间 来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Must Cam的软件的应用 这种情况呢 我想用一次到一次半的时间 向大家介绍 最后OpenGL的 推荐基础 这块内容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 有时间的话 我会让大家用大概半次课的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那么就 这张内容就不上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块软件 我们学习的时间 在课单上学习的时间 不是很多 最多的就是两次课的时间 所以说 要在这么简短的时间中 要掌握一款软件的 详细的操作和使用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完全的任务 对吧 所以说 在课单上 我只是给大家 引个路 开个头 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那么大家掌握这个方法以后呢 靠自己课后时间 去更加深入的学习 那么当然这个是 要看大家工作的需要 是会有这个需要 对吧 那么这个是个 最最充忽的一个计划和安排 如果实际情况呢 还是要根据 那个我们上课的进度来看 做相应的调整 我下面会说的 下面就会说的 嗯 那么我们有两次上级的安排 嗯 时间是第六周的周日和第九周的周日 不是周三 大家不要搞错 嗯 是周日的周五十二点到下午三点 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那么上级的时间和地点 我事先会在网络的论坛上 我们这门课程的 文台上 向大家公布的 那么 上级的内容 嗯 目前是这么安排的 第六周我们 嗯 让大家熟悉 Odysseed软件和Solid Edge软件的 一些使用情况 第九周的上级呢 是安排大家 嗯 熟悉 Ansys软件和MasterCam软件的 使用情况 那么关于上课的安排呢 嗯 因为呢 每次课都是三个小时 那么我初课的安排是 分为两节课 每节课80分钟 之间休息20分钟 嗯 那么就是说第一节课 从六点半开始 一直到七点五十 中间休息20分钟 然后第二节课 从八点十分开始到九点半 那么我不知道 大家对这个 对这样的 嗯 休息安排是否 嗯 就是说 嗯 是否习惯 会不会觉得 一节课80分钟太长了 如果大家 觉得太长的话 那么可以跟我说 我会做相应的安排 嗯 嗯 下面我再说一下 那个客户作业的情况 那么我们这门课 是一门三个学分的课 三个学分的课 那么我们计划是分为三次的客户作业 嗯 三次客户作业 嗯 关于客户作业内容 我现在初步设想了就是 有一次客户作业是关于前三章的 嗯 一些技术理论知识的 呃 知识 技术理论知识的一些 呃 关于这方面内容 包括一些概念啊 一些 一些定理啊 一些 数学原理啊 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 那么后两次客户作业 是 都是 呃 呃 跟跟我们所学的 一些技术工程 另一软件的实际操作有关的 可能让大家 计较一幅图啊 或者是一个 模型啊 三维的 二维的都可以 那么具体的形式 我到时候会 在 会到时候 到时候会 激进跟大家说 那么最后都是在网上发布的 那么只要大家 时刻关注我们的网络 和论坛 那么关于考试的成绩 跟我们的网络学院的 规定呢 嗯 考试成绩分为三块内容 出评率 百分之十 客户作业 占百分之二十 然后最后的课程考试 占百分之七十 那么出评率呢 是 嗯 主要是靠系统记录的 嗯 客户作业呢 嗯 嗯 出评率和客户作业 加起来占了百分之三十的内容 那么这个比例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样 嗯 算下来 如果你出评率和客户作业 如果大家完成的 比较好的话 那么在最后的考试中 大概只要有个 五十几分的成绩的话 就可以及格了 所以 所以 所以我 我希望大家 对客户作业 还是要认真地对待 那么 那么我们这种课程呢 嗯 主要是 是一种比较实用性的课程 主要是以实际的操作为主 因为它 它主要内容是一些软件的实用情况 所以根据这个 我们这种课程的特点呢 我 我 我们就不安排 去年考试了 最后的课程考试 就以提交大座的形式 来作为大家一个最后的成绩 我想 我想大家 嗯 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的吧 嗯 关于我们 大家同时能跟我的沟通与交流 如果大家 嗯 在 在课程的学期中 有些什么问题啊 疑问的话 可以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 与我沟通 可以去 我们网络学院的论坛 通过发email啊 来跟我联系 那么 嗯 我也会及时地把一些 嗯 关于我们课程的一些 信息 考试 大作业啊 在网上发布 在论坛上发布 同时也会 回答大家的 一些问题 尽我自己最大的可能 来尽量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那么上面我们 主要 主要 向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我们这门课程的 一些基本情况 嗯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 测试这门课程的学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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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章 我们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工程软件的 工程软件概述的一些情况 那么首先数字读形技术呢 它是整个一个工程软件的 一个基础 嗯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语言 语言是什么东西呢 语言实际上是 一群人 一群人所用的一些屠服 是一群人 所使用的 公共的 他们实行 一定好的 一些屠服 那么这个呢 是跟人群有关系的 不同的人群 所使用的图服 不一样 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说的是汉语 对吧 英国人 美国人 说的是英语 那么中国人 如果没有学过英语的话 那么他就不知道 不同的美国人 在说什么东西 同样 美国人如果不学习汉语的话 他也不知道 中国人在说什么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 对大家的交流 就有了一个 产生了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中国人 和一个美国人 互相都不了解 对方的语言的话 那么他们之间 是无法交流的 那么这是 他的语言的一个特征 而同型符号呢 它是没有国界的 它是整个人们的 一个共通的东西 只要是 这个地球上的人 那么他就知道 这个词号 代表了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意义 比如说阿拉伯数字 1234567 一些ABCD 一些符号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包括一些 图案 只要是这个地球上的人 无论哪个国家 他都知道 这代表了什么意义 所以图形符号 是比较直观 比较直观的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这个苹果 对吧 如果是语言来表达这个东西的话 中国人叫苹果 美国人叫apple 中国人不知道apple是什么东西 美国人也不知道苹果是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用这个图形来 用这个图形来表达这个东西的话 表达这个水果的话 不管是美国人或中国人 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这是个苹果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 图形和符号 是比较直观的 是没有国界的 是人以人之间交流了一个比较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这些优点是美人所不具备的 那么把这个图形引申到我们工程界 你就成了我们工程界的工程图样 包括一些工程图纸 工程符号 特定的工程符号 我们机械工程有机械工程的图纸 电气工程有电气工程的图纸 有它们机械工程有机械工程的符号 有它自己的标准 规范 电气工程有它电气工程的符号 和相应的规范 那这些规范符号 图纸的标准 都是一样的 国际上都是一样的 国际化标准组织 都已经颁布了 都已经颁布了明确的规定 那么这样的工程图约 工程图纸 就成为了工程界的通行语言 只要你是这个工程领域的 只要你是这个机械工程领域的 或者是电气工程领域的 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 中国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法国人也好 只要看这幅图 这幅符合标准的图 它们都知道这幅图表明是什么意思 那么也就反映出来 我们这个标题 图纸符号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语言 那无论是怎样感受这个世界的呢 是通过无端的感受这个世界的 通过眼睛去看 用耳朵去听 用鼻子去闻 那么在这么多的感受世界的方法中呢 视觉是占出了地位的 那么人类的 有70%的信息 是通过人类眼睛去获得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 所以我们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俗话 明当哑巴 不做瞎子 也就正体现了 视觉 对我们人类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性 为什么是寄章去绘图呢 寄章去绘图 它本质上 就是实现外在直观的图形 也在数字化图形的相互表达 就是说 把外界的一幅图像 一幅图案 怎样用数字化的形式 在计算机内部 让它表示出来 那么我们共识远章的本质是什么 是主要是实现 在外部的具有真实感的图形图形信息 文字信息 公式符号模型等的信息 在计算机内部做数字化 并且可以在异地之间相互传输 那么这些处理呢 包括一些 要满足数学 数学规律 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的一些 运算处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程软件 那么现在的话的 计算机数字汇图技术的出现呢 可以使我们实现了工程问题的傻瓜化 非专业化 那么因为现在的工程软件 包括一些数字汇图软件 它的使用都是以直观化的图形图形化界面出现的 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 有时候一般的人员 用非工程专业人员 也可以使用这些软件 来进行相应的设计分析 不像以前 又如果用手工汇图的话 必须是在这个工程软件之内的 一些专业的技术里面 才能做到的这些事情 那么计算机汇图 计算机数字汇图技术呢 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 供应用制度方法 改变了工程人员的工作环境 那么以前工程人员会画图 通过画图板在纸张上 用笔去一点一点的汇图 那么现在因为有了计算机数字汇图呢 那么工程人员就完全可以摆脱 这些汇图工具的使用 完全只是要在计算机前面进行汇图 那么这样工程人员就可以 这样的话就把工程人员从 以前那些繁重的手工汇图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那么他们可以把绝大部分的精力 更多的时间花在那种具有原创性的 创造性的设计导动中 而不需要把大把大把的时间 浪费在这些图形的汇图上面 这些最基本的工作 就用计算机来操作 这样的话对我们工程人员进行工程化设计分析 那么项目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么二维工程制图 二维工程制图它就是利用几何学和制图的基本知识 把一些基本的图源按照一定的图图关系组合起来 使它组合成一张完整的图案 那么基本图图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点啊 线啊 面啊 这些基本的图形元素 图图关系就是图图关系呢 就是这些基本图图之间的一些定位定型的关系 比如说垂直啊 平行啊 相交啊 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有了二维工程制图软件以后呢 就就可以使我们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 从重复的繁杂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但是呢 但是呢 工程工程工程技术人员 在绘持二维工程图案的时候呢 它的工程模式和思维方式 依旧是和以前的手工绘图是一样的 依旧是和图板画绘图方式是一样的 他们依旧想象的是二维的图形 他们脑子里想象的依然是二维的图形 就要把我们实际中三维的图体转化成为二维的三式图 然后再进行绘图 那么这个工作模式和思维方式呢 依旧是和以前的 依旧是和以前一样的 以前的工作模式是一样的 所以说要让我们计算机数字绘图 绘图技术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大半维的应用的话 必须从二维的层次上升到三维的层次 那么传统的绘图方式呢 传统的绘图方式我们是用油墨啊 等等物理媒介在纸张上进行绘图 那么在这个我们只能进行一些二维图案的绘制 那么要实现曲线曲目绘制 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要在纸张上实现三维图实 那基本上是一个梦想 如果更加复杂一点 要想在纸张上实现一些三维动态的 或者是一些彩色的图案 那解释就是幻想 对吧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同种的绘图方式中 人们无法避免一些重复劳动 因为如果有时候 工程人员也想 想那种别人所绘制的图形的话 那么它不能直接拿过来用 它必须按照别人的样子 自己从来再画一遍 那么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的重复的劳动 并且修改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如果大家如果用手工绘图的话 如果想画错了一个什么地方 想修改的话 那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用手工绘图 在纸张上绘图的话 对纸张的对图纸的保管 也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纸张它容易坏 对吧 容易烧 容易受潮 等等等等 所以保管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而我们计算机后头呢 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么计算机后头 它有很多的优劣性 首先是汇图工具 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它不再是以前的传动的纸张 油墨 笔 图板 这些三条尺 这些汇图工具 现在的 机上机汇图的工具 就是我们的计算机 工程员通过鼠标 键盘 在计算机上进行操作 进行汇图 第二个就是 计算机汇图可以实现标准化 一体化 就是说 在汇图的时候 一些汇图的 汇图的 汇图的特性 比如说一些 线形 颜色 一些层次 文字 都会进行统一的规范 统一的标准 软径之间 都会实行统一的标准 那么有了这个统一的规范 为标准之后呢 大家交流起来就非常方便 有了这个统一的标准 每个人都可以读懂别人画的图 对吧 那么第三个就是它的 负用能力 负用能力 实际上是计算机 计算机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 如果你有时候用到别人的图 别人画的图 想在别人画的图的基础上 做一些修改 把自己的内容加上去 那么以前呢 你只有按照别人的图案 自己先画一遍 但有了计算机以后呢 只要通过简单的复制 拷贝 就可以在别人的 别人的工作的基础上 进行自己的修改 进行自己的扩充 那么这样就 避免了 避免了反正的重复劳动 我们第四个是修改能力 我想这点 修改能力 可能是计算机绘图 比传面的绘图方式 最能几年就越写的地方 因为我们计算机 只要它的速度足够快 锐存足够大 你可以 你可以 无限制的刺激 去修改以前的步骤 因为很多人就对 Undo和easy这些功能 ease这些功能 那么修改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不会对图案 对图纸的质量 产生任何的磨损 不会破坏图案的质量 那么第五个就是 智能设计的绘图能力 那么我们大家在绘图过程中 有一些 有一些常用的绘图操作 比如说标尺寸 标尺寸 画波面线 开孔 简介 这些比较高准化的操作 那么在计算机会中 我们可以通过 点击一个命令 或者点击一个菜单 或者点击一个图标 只要执行一些命令 就可以把这些操作 把这些标尺寸的操作 把这些 画波面线的操作 就可以进行了 用计算机来 再填我们进行 作为我们工程设计人员来说 只需要点击一个命令即可 而这些操作 如果在已经手工控制 手工控制的过程中 是需要我们工程设计人员 一步一步的去手工完成的 会发生很多的精力 那么这点呢 也是计算机会头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审时审利的 审时审利的一个优越性 用图标 我们采用了计算机绘图以后呢 对我们所绘的图纸的管理方式 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我们大家用计算机绘图 我们所绘出来的图纸 图案 都是以数字的形式 存储在计算机里面 存储在硬盘 光盘 磁盘里面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络 发动了自己所绘制的图形 那么这样是对大家来说 是非常方便的 而以前的手工绘图的方式呢 那么对图纸的保管 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要做到防火 防潮 防晒等等等等 还要需要专门的 专门的存储涂涂的地方 柜子去存放它 那么下面就是一个 三维的设计能力 因为我们以前用 传统绘图方式的话 是无法在图纸上表达 三维图案的 那么人们只能把 头脑中产生的三维的 三维的物体 转化为二维的形象 去表达在图纸上面 而集团机绘图呢 可以把人们所设计的 所设想的三维的物体 实实地显示在屏幕上 可以很直观地去观察它 去观察 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层次 加上不同的灯光 不同的 像这个像不同的声音的效果 去观察这个三维物体 那么就是我们观察物体的方式的 更加形象 更加直观 更加生动 那么这也是 这和像第八年多彩性也是相关的 以前的画图都是 白色的图纸和黑色的线条 这种很单一的 很空调的方式来表达我们 我们所想绘制的图案图形 那么在计算机绘图中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线形 不同的 不同的光线 不同的材质啊 不同的贴图等等 去非常丰富的 去表达 表达一个问题 表达一个三维物体 那么 我可以讲 更加生动一些的话 可以甚至可以加上 一些一定的动画 还有一些 动画和一些声音效果 那么这就极大地 丰富了我们对物 对这个三维世界 物体的表达的方式 那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呢 将从根本上改造 我们工厂的技术层 管理层 还有制造层 将会实现 从三无设计 到三无生产 这个过程 三无设计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无图板 无贵图工具 无描图 三无生产 就是无质化设计 无质化管理 和无质化制造 而且CED技术呢 它会实现 工程问题 可视化建模 和工程分析 结果可视化 数据和仿真 那么 工程问题 可视化建模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 在工程问题中 所遇到的一些物体 建立一个模型 实时的在 计算机的屏幕上 显示出来 那么有了这个实时 可以实时显示的模型 那么我们就可以 进行后续的分析 和设计操作 那么同样 我们一些工程分析的结果 也可以实时的显示 在机箱机的屏幕上 可以实时的显示 在我们所 后续的这个三无设计 模型上 那么 那么有些工程分析的结果呢 如果拿文字和数字的 数字的符号的形式 来表达的可能比较 枯燥 不是非常的形象 如果把这些分析结果 以可视化的形式的 以可视化的形式输出和 输出的话 那么就非常的 生动和形象 非常直观 所以我们对 计算机 汇图 汇图 技术 做个总结的话 就是说 可以说 可以这么说 计算机的出现 消灭了算盘 计算机二维 汇图技术 消灭了描图源 计算机三维 CAD技术 消灭了效果设计师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节 首先我们说一下 工程的概念 什么样的工程 工程在我们现在生活中 大家应该 是非常熟悉的概念 我们所熟悉的 机械工程 定期工程 液压工程 水利工程 品目工程等 都是我们所 大家所非常熟悉的 工程的概念 它的含义 也是非常广泛的 那么工程软件 是什么东西呢 工程软件 它实际上是一种 首先它肯定是 应用于工程领域的 肯定是用工程领域 相关的一颗软件 那么它同时 是位于操作系统 和基础语言平台之上的 支撑性的应用软件 它不是 它不是操作系统软件 也不是基础语言平台 也单程软件 而是位于这两种软件 支撑性的应用软件 它是以数值分析 和图形输入输出为特征的 那么现代化的 工程技术软件的 工程软件的 绝大部分都采用的是 GL图形界面 为人际交互界面 一种形式 这一方面呢 是因为人类 感知外界的图形 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通过 图形识别信息为主的 第二个呢 也是因为计算机 图形学理论基础知识的发展 还有计算机 图形软件应件的发展 得到广泛的发展 不断的 这些软件应件 还有图形学理论知识呢 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发展 使得这些计算机的应件 成本降 成本降低得很快 那么我们要 如果要描述一个 工程问题的话 那么工程问题 想 如果要描述一个 工程问题的话 那么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描述一个工程问题 它需要高度准确 精确的信息数据 绝对不允许有 模糊的信息存在 所以我们要描述一个 工程问题 它是需要非常准确 精确的信息去描述它 而不能有任何的 模糊信息存在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不能模了两颗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在 我们要描述工程问题的话 在描述工程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种方式去描述 那么可以 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去描述 通过数学物理符号的方式去描述 那么 如果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 去描述一个工程问题的话 用语言或者文字 去描述一个工程问题 那么 大家知道 这样的途径 是无法准确 直观地去描述 好这个工程问题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不符合 我们对 工程问题描述的要求 如果用数学物理符号 去描述一个工程问题的话 那么 他可以 比较 准确 比较精确地去描述好 这个工程问题 但是他 我们所用的一些 物理符 数学物理符号 是高度抽象的 和高度专门的 普通人是无法理解的 只有 通过 通过专门学习的专门人员 才能去理解 这是非常抽象 非常非常抽象的 人的理解起来 会增加工程技术人员 理解上的难度 理解上的 复合 那么 我们还可以用解析模型 去描述 一个工程问题 因为解析模型 就是拿一些 数学的工程 去描述这个问题 那么 同样 解析模型描述 也可以获得 准确 准确的描述结果 但是它和 数学物理符号 描述这个方法 类似 也会造成理解 交流上的障碍 很多人是无法理解 这个描述的 也只有 通过专门训练的人 掌握专门知识的人 才能够去理解 这个描述过程 那么 我们还有一个 过程描述 过程建模的描述方法 所谓的过程建模描述 就是说 我们用高性能的计算机 去进行数值计算 通过 通过 这个系统 这个工程上提出 满足的一些物理 物理规律 用高性能的计算机 去进行数值计算 去迭代 去递归 去循环 那么这样 就可以获得比较 高精度的数值解答 那么只要你这个计算机 够快 这个 涅层够大 循环和迭代的次数 够多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 足够 可以获得足够 可以获得非常 非常高精度的数值解答 但是这个 这样的描述方法 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所不所获得的数据量 是实在太大 是海上的数据 那么 这么多的数据 对我们工程人员 对结果进行 对进行结果分析 和结果功率 是非常麻烦的 那么所以说 我们又引进了 图形建计的方法 图形的方法就是 把这个 把这个工程问题 以图形化的方式 显示出来 在计算机的屏幕上 显示出来 表达出来 那么这样就比较直观 比较直观 让人们理解起来 比较容易 这样 所以说这种图形建模的方法 这实际上是 找找的直观 与准确互部的人际结合点 同样它也是非常精确的 现在就在 表达这个图形 表达这个工程问题的方法的时候 这个工程问题的时候 它是严格的遵守 这个问题所满足的 物理和数学规律的 所以说 它也是 一个非常 一个非常准确的 表达方法 这因为 图形建模方法 的这些特点 所以它也就成了 现在工程 工程软件的 建模的一个 工程软件 从工程问题 描述的一个 最主流的方法 那么要向我们的 工程图形化软件 得到很广泛的应用 在很好地使用它 那么必须得到 计算机的支持 包括硬件上的支持 和软件上的支持 那首先对计算机的速度 内存都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你的计算机速度不够快 内存不够大 那么在显示一些三维物体 三维模型 或者进行一些 数值计算的时候 那么计算机可能就 有可能会逃不动 或者说计算的速度 计算的时间 非常耗时 那么同样我们是 使用键盘鼠标 这些计算机的输入设备 来进行绘度操作 和工程软件 工程图形化软件的操作 那么这个也从以前的 文字界面的操作方式 发展到现在的 通过交换选择 对方框图形式的 输入的方式 那么对操作系统 也有要求 那么从以前的 制服界面的操作系统 像DOS 这些操作系统 发展到了现在的 图形化界面操作系统 Windows 那么当然 既然是工程图形化软件 那么它的显示设备 也有一定的要求 当然 可是我们可以希望 我们的计算机的屏幕 可以越大越好 颜色越丰富越好 所以现在大层部的 真彩色的一些 CRT的显示器 和LCD的显示器 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屏幕越大 显示内容就越多 那么可以表达 这个图像的细节 的精确度就越高 就可以更加丰富的 表达一个图像的细节 所以说呢 在那个三维图形化工程软件的实际应用中呢 我们的图形 计算机图形硬件 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在 计算机图形 软件中呢 有一个非常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 曲线曲面的表示方法 是怎样 在计算机里面 去表示 一条曲线 或者一个曲面 这是人们 几十年来 研究了一个重点的内容 那么这个 曲线曲面 在计算机中的 计算机中表示的方法 也经历了 也经历了 这么几十年的历史的发展 首先是在 1963年的时候 波音公司的 某一个工程师 他 他准备起初的一种 参数 即参数的史函数方法 来 引入了参数 三次曲线 来表达 来表达 曲线曲面 那么他 这个人是开创了 在计算机中 表示曲线曲面的 一个星河 然后在 1964年的时候 在1964年的时候 MIT的 MIT的这个人 他 提出了一种 具有一分性 曲面描述的方法 来表达 这个曲线 和这个曲面 就是说 他认为 任何一个 封闭的四条边界 就可以表达 就可以定义 可以表达 一块曲面 那么但是 这种方法呢 存在一些问题 存在一些形状 控制于联系的问题 那么又进攻了几年以后 到了1971年 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的 贝塞尔 贝塞尔这个人 共生士 他提出了一种 由控制 多部型设计 曲线的方法 用这个方法呢 他漂亮地解决了 整体形状控制问题 而且非常简单易用 所以说 他这个方法呢 是把曲线曲面设计呢 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然后到了1974年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把 把B样条理论 把B样条理论 用于形状描述 提出了 绘制曲线曲面的 B样条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他解决了 局部控制的问题 比较成功地 解决了局部控制的问题 而且呢 又轻而易举的 在参数连续性上 解决了连绩问题 所以说也是一个 也可以说是 在曲线曲面 表示方法中 推进了一大步 然后第二年 1975年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人 他发明了 油理B样条方法 然后这两个人 又发明了 非军理油理B样条 那么这个 非军理油理B样条呢 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Nibus Nibus方法曲线 用Nibus方法 来表示曲线曲面 那么Nibus方法呢 它 基本上解决了 以前这些 曲线曲面 表示方法的一些 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并且它有它自己的 一些的优点 所以 所以现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Nibus方法的 有点 主要它可以精确的表示 二次规则曲线曲面 它可以 它可以 利用统一的数学形式 来表示 规则曲面 自由曲面 而其他方法 其他的曲线曲面方式 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同时 Nibus方法 它具有 可以影响 曲线曲面形状的 全因子 那么有了这个 这个全因子呢 我们就可以 通过控制这个全因子 来控制这个曲线 曲面的形状 这个使用起来 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对这个全因子 进行操作和控制 那么就 那么我们就可以 非常容易的 控制这个曲面的形状 那么同时 Nibus方法 它其实是 分有一个必要条方法 在四维空间的 直接推广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给 以后 以后 新型的 曲线曲线的 会是方法的 发展 提供一个可能性 提供一个 开阔的空间 背影以后的 各种新型方法的 继承与发展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 工程问题的建模 及其模型的分类 那么什么是工程问题建模的 工程问题建模 实际上就是 把我们 这个物理世界的本质 和规律 抽象出来 以数学的形式来表示出来 就是说 把我们 这个 人生的这个物理世界的一些 规律 基本的规律 和基本的 本质 找出来 把它抽象出来 发现和找出 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 然后用数学的形式 用数学符号 用数学公式 用数学的形式 把它表示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 一个建模的一个过程 那么 对于一个 对任何一个 复杂的系统 以及它所 它所接触到的 外界环境的关系来说呢 总是可以分为 三个部分 分为激励 处理 和响应 也可以 也可以用 可以说为 输入 系统和输出 这三个系统部分 任何个系统 再复杂的系统 都可以分为 这三个部分 那么如果 如果说 这个系统的输出 是可以反作用于输入的 是可以影响到输入的 那么 这样的系统 就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 闭环控制系统 就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否则呢 就是一个 开环控制系统 那么对于闭环控制系统呢 如果说 这种反扩的作用 这种输出 反作用于输入 影响出入 这种反扩的作用 是通过 依靠人的五端四肢 来实现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 人际交互控制系统 如果它是 如果这种反扩作用 是通过 一些社会的 一些传染器来实现的话 那么它就是我们 所熟悉的 自动控制系统 自动化控制系统 那么比如说非常简单的 我们冲水马桶中 冲着那个 浮球的控制装置 那个浮球就是一个 传染器 那么当水位 水位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 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 那么浮球上升 那么就会把 放水的这个开关打开 那么水就会流出来 从水箱中流出来 那么当水位达到一定的低 低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那么浮球又会下降 那么这个开关就会又会闭合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 一个输出 反作用输入的一个 闭环控制系统 也是一个最简单的 自动控制系统 那么根据 根据我们工程软件 按照输入系统 还有输出 这个方面来分类的话 我们可以把工程软件 分为下面这几个类 包括工程分析类软件 工程仿制类软件 工程控制类软件 还工程预估类软件 和工程设计类软件 和工程度面类软件 那么无论是 什么样的工程软件 工程建模 都是这些软件的 一个最最基本的基础 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软件 工程软件都是在 这个工程模型 在这个工程模型上 进行一些操作 进行一些分析 进行设计 进行设计 进行修改 进行仿真 所以说 如果模型现在好 那么 对后面的 分析 设计 仿真 就会获得一个 良好的效果 如果模型现在不好的话 那么对 那么我们就无法获得一个 良好的设计效果 或者是分析效果 所以说 工程建模的模型的好坏 建模的好坏 是一个关键 那么我们可以把工程软件 关锁用到的工程模型 进行一些分类 那么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 如果我们按照工程问题的为数 来进行分类的话 那么可以分为 零为质点行星问题 一维线光问题 二维面桥问题 还有三维体块问题 那么这个也是很好理解的 是按照工程问题的为数 有的时候是一维的工程问题 有时候是两维的问题 有时候是三维的问题 那么 如果按照 模型的数据特征 这个方面来分类的话 就可以分为线性系统 和非线性系统 线性系统就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次系统 一次系统 非线性系统就是 两次系统或者高次系统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用数学解析 来表达这个工程模型的时候 只需要用一个一次方程 用一个一次数据方程 一次一次的工程 就可以表示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一次系统 或者是线性系统 有的时候 一次的数学工程 是无法完整地表达这个模型的 需要用到 需要用到二次或者是更高次的数学工事 这种方程去描述这个模型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线性系统 也就是我们二次系统和高次系统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按照 表达这个工程问题的方式 来给工程模型进行一个分类 那么根据这个模型的表达方式 我们可以分为数学解析建模 过程算法建模和图一表达建模 那么数学解析建模呢 它是以数学解析的形式 来表达这个工程问题 那么它会采用各种数学的工具 数学符号 数学原理 对吧 用一些数学概念 比如说代数啊 微分 积分 变分 辅数啊 矩阵啊 方程 不等式啊 函数啊 这些数学概念 来去表达这个 这个工程模型 或者是工程问题 它实际上是一个工程问题的高度 符号冲上化的表达方式 那么这样 这样通过数学解析来建模呢 可以完整地表达工程问题所遵循的物理化学规律 化学规律 这可以完整地表达出这些物理遵循的规律 那么它是非常抽象的 非常简洁 非常精确 是高度抽象 高度简洁 非常精确的 那么 这是它的一些特点 那么 同时 它也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了一些困难 因为数学 用数学公式数学符号来表达一个模型的话 对我们一般人的理解 阅读 去理解 是有一些困难的 那么而且有时候在实际的工程问题中呢 由于存在很多高级性 复杂性 分线性 知识性 等 等 等性量的存在 有时候用的是 得不到这个数学解析模型的 不是所有的 我们所遇到的工程问题 都可以用数学的公式 数学的形式去抽象出来 有时候是得不到这个数学 抽象出来的数学公式的 而且有时候 即使你获得 即使我们获得了这个数学公式 那么也是得不到这个解析的解答 那么这些都是 有数学 有数学上都可以证明出来的 那么过程算法建模 过程算法建模 就是跟我们刚才 刚才我们所说的 它是通过计算机 去进行一种的数值计算 来进行这个模型的建立 它就是把 它就是把物理世界中 物理世界中 存在的这些问题 经过离散化 因为大家知道 计算机内部 都是离散化的 都是离散化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用计算机 来进行处理的话 必须把物理进行离散化处理 然后计算机 再根据 根据物理所 物体 所遵循的物理规律 进行循环 地规 迭代 地推 计算 那么 那么只要 你计算机的速度够快 你循环 你循环地规迭代的次数 足够多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 有足够 足够精度的一个数值结果 可以获得一个高度近似结 但是它带来的一个权利就是 这样的数字计算 会带来一个海量的数据 我们工程人员 要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 过内 保存 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我们又提出了一种 图容表达建模的方式 就是说 以数字图形的方式 把这个模型表达出来 那么它就比较直观 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比较容易让人理解 而且在这个 这个建模的过程中呢 是有人 是有人参与进去的 所以说 由于这个优点呢 目前 大部分的工程软件 都是使用的是 图容表达建模这个方式 那么第一章 关于工程软件概述的 一些基本知识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下面我们就让大家介绍 第二章 一些工程软件的算法基础 那么这个工程软件算法呢 这个工程软件算法 就是我们在工程软件中 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数学算法 那算法 其中就是什么 是根据物理化学规律 根据物理化学规律 等于给这些规律 列出的一些数学方程 或者方程组 方程组 那么这些规律呢 包括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牛顿定律啊 热力学定律啊 化学反应定律啊 电磁学定律等等 算法就是根据这些规律 来列出一个数学方程 或者方程组 来解决我们这个工程软 来解决我们的工程问题 如果按照按照这个 用球铁算法的性质来 对工程问题进行分裂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 零值求根问题 极值优化问题 初值仿真问题 编值有限的问题 还有动态特征值问题啊 非数值搜索问题等等 可以分为这些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零值求根的问题 那么所谓的零值问题 通俗的说 就是我们对方程 或者方程组求根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是方程 或者方程组 等于零值这个位置量 位置数的值 数据的就是解方程了 那么对于最简单的 一元一次现行方程 AX加B等于零 我们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一元一次现行方程了 AX加B等于零 那么它的解 就是X等于 负A分之B A不能等于零 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最简单的东西 那么对于一元二次方程 我们大家在初初的时候 也学过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方法 DX平方向BX加C等于零 那么对于这个方程呢 我们有一个判别式 叫Delta Delta等于B方 减去CAC 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些公式吧 应该是在初初的时候 我就学过了 那么Delta等于B方减去CAC 那么这是这个Delta 可以判别这个方程的根的情况 如果说Delta大于等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一元二次方程 就有两个 两个十根 两个十数根 如果这个Delta 小一等的话 那么大家知道 学过工程数据的话 在大学里面学过工程数据的话 就知道 这个方程是没有十根的 Delta小一等的话 这个方程是没有十根的 十数根 那么它只有两个负根 而且这两个负根是共论的 它有两个共论的负根 那么对于这个EOS方程 我们有一个求根公式 就是X12等于R一分之 负B加减CAC 这是它的求根公式 当然这两个根是十根了 这两个根X1和X2 都是它的十根 那么关于1.2次方程的 根的十根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 维达并理 表示这两个根的分析的 X1加X2等于A分之负B 哎呦 X1就是乘了 X乘了X2等于A分之负B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无法表示这个公式 这个符号 那么对于一元三次方程 我目前在学数学的时候 学解方程的时候 就是学到 整个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求解一元三次方程是没有 我觉得我印象都是没有学过的 那么因为一元三次方程 A的X三次方加BX平方 加上CX加D等于0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最最简单的 最最简单的一元三次方程 X三次方程 X三次方等于1 那么大家知道 它有一个根就是X点1 那么这个X点1 就是这个方程的一个十根 那么同样我们知道 如果学过符边函数的话 就有一个欧拉公式 1的Iθ次方等于 cosθ叫做sinθ 那么利用这个欧拉公式呢 利用这个欧拉公式 我们就会求得 这个X三次方程 等于这个方程的 两个贯根 也就是二分之负一 加上更加三i 另外一个是二分之负一 减去更加三i 那么这个最简单的 一元三次方程 X三次方程 它是有三个 三个根的 一个十根 和两个贯根 那么对于普 最最普段的 普段的一元三次方程 一元三次方程来说呢 我们怎么去求解它呢 我们可以首先 做一个减根变换 就是说 定乎这个X 就是这个X 等于Y减去 三一分之B 来做一个变换 用这个Y去 用这个Y去 带起这个X 带入这个方程中 那么把这个 把这个 简单变换 这个Y 带入这个方程中 那么就会 得出一个新的方程 Y的三次方 加上3PY 加上2Q 等于0 那么其中 三P是等于A分之C 加上3A方 分之B方的 2Q是等于 这个公式 这个式子的 那么在解 这个方程的时候 我们再 可以设定要 解 Y等于U加V 那么 可以把这个式子 带入到 这个 新得到的 这个方程中 你获得了 一个 又一个新的方程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说 求解这个方程 就可以了 把U和V 都求解出来 然后带入这个Y 就知道了Y Y知道了以后 就可以得出了 X的根 那么具体的解法 大家可以 参考一下 书上的一些 求解的步骤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是 一元三次方程的求解 那么对于 高于三次的方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元高次的方程 数据上已经 证明过了 对于高于三次的方程 是没有求根公式 可以利用的 那么 一般我们求解这个 求解这个方程的时候 一般有 有两种方法 有二分法和 牛顿迭代法 那么 用二分法 怎么去求解这个方程呢 首先我们要求 想办法求出 这个根 所在的区间 A和B 想办法找出 这个根所在的区间 FA A B 那么 AB这个区间 两个端点 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FA乘以FB 是小于零的 这是个乘号 中间是个乘号 FA乘以FB 是小于零的 那么是满足这个条件 然后 我们就可以 令我们的X 每于二分之A加B 那么 把这个X带到 这个方程中 求出这个FX 看看这个FX的 这个结果 这个FX绝对值 是不是小E不系统 E不系统是我们 实行定义的一个 足够小的 一个正数 足够小的一个正数 也就是说 是一个预值 这个预值可以控制 我们这个求解的精度 只要这个EP系统足够小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所获得的 这个X这个解 就可以足够的 近似于它的真实解 那么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 找到这个X X等于二分之A加B 然后带进方程中 求得FX 即将说FX的绝对值 是小于E不系统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 这个X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方程的根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根 那么如果 这个绝对值是大于E不系统的话 那么说明 这个X 就不是我们找的根 那么我们就要在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 对我们 这个根走在的区间 重新进行寻找 那么如果 如果是 FX 乘以 乘以 FA 如果FX乘以是小于你的话 小于你的话 那么说明 那么说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用一个区间 用A X 这个区间 来代替原来的 AB这个区间 因为X肯定是比B小的 如果FX乘以FA 是小于0的话 满足这个区间的 区间的条件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拿X去代替这个B 获得一个新的区间 那么然后 然后再在这个新的区间里面 再去定义 定义一个新的XP 等于二分之A加上X 能获得一个新的XP 再把这个XP 代入到 这个方程中 去求得这个FXP的值 然后再判断这个FXP 这个值的绝对值 和EP系统去追踪 进一步比较 看它是否小于EP系统 如果依然是大于EP系统的话 那么我们就继续 继续用XP去代替这个X 或者去代替A 去获得 再次去获得一个新的区间 然后就是这样 不停地经过迭代 迭代循环计算 最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X 可以使得 可以使得这个FX的 这个绝对值 是小于EP系统的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 用二分法来求解 一元高次方程的 这个步骤 那么求解一元高次方程呢 还可以使用 一个牛定迭代法 牛定迭代法 用牛定迭代法 来求解一元高次方程的 是它的基本思想是 把这个方程FX 在X0点处 做一个线性的态的展开 就FX0 FX0 加上FX0的 一介导数 乘以X减去X0 那么在X0点处呢 做一个线性的态的展开式 然后去进行纠结 好 那么 我们先下课吧 大家休息一会儿 休息二十分钟 我们再进行下节课 好吧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